同學玩得愉快 慈禧大學市培中心 於7月8號到7月26號 舉辦史懷哲偏鄉學習營 在7月12號帶領復原國中的27位同學 至公研院Omega Zone基地校外教學 讓偏鄉學生也有拓展數位科學領域的機會 我們慈禧大學大概在四季年前 就上教育部申請史懷哲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主要是 為了照顧跟服務偏鄉的學童 希望帶給他們比較快樂的一個暑假 並且在操作中學習 然後遇教一樂的一個想法 偏鄉的小朋友他們比較少機會去博物館 或是去很多機構參訪 所以我們藉由這樣的機會 讓他們去增廣健吻 然後我們也為他們找一些經費 就是包括交通費跟獎師 讓他們可以得到也得到很高品質的學習 歷經零四零三花蓮強症 防災教育不容忽視 市培中心與工研院合作 讓同學親手體驗與思考 從認識建築橋樑結構的設計與耐重 並學習無人機操作 這部分去找到說我現在要找的是汽車 我要找的是人 我現在要找的是其他的指定的項目 而且透過模組方式去找到相識對比的一個資料 我會觀察說我可能路邊倒了一個人 或是路邊坐了幾個人 在等待救援 雖然說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聯繫他 可是我可以透過影像說 我這個區域可能有幾個人受困 我可以直接從屏幕上面的資料去做辨識 史懷哲計畫已經為期進行17個年頭 這次由12位失陪生酬辦營隊 課程包含社會關係 數位科技與國際文化等多元領域 讓同學們在暑假的時候 有個充實的學習經驗 其實我認為在學校的課程中 我們自己的實戰經驗其實並不多 所以其實在這次課程中 我們可以學習 一就是團隊合作 然後再來是實際教學的經驗 以及如何和孩子相處的體驗 我覺得他們對學習是很有積極的心態 根本就是因為資源朋友那麼充足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營隊 然後帶給他們更多的可能性 暑假這個漫長的時間 待在家裡很像也不能做什麼 就來學校利用時間 學習一些有用的知識 我們現在就是還沒成熟 我們就是這麼幼稚 他們就已經完全成熟 已經體現出了大學生的感覺 這就可以讓我們想要學習 除了課程輔導 師陪生也透過物談協助偏鄉學生 提升自我認同 實踐服務教育 社會關懷的史懷哲精神